加常便飯,吊勒有道泰式炒黃咖哩雞 明報專訊,今次介紹的是泰式炒黃咖哩雞 黃咖哩在外觀上與印度咖哩有點相似, 但兩者味道是很不同的泰式咖哩就如很多泰菜, 用上魚露調味魚露的味道很獨特, 其他調味料很難代替留意泰國人煮菜很愛用味精, 幾乎任何菜也加一些, 就算是本身而很濃味的咖哩都會加味精, 這個習慣大家便不用跟隨料炒雞, 也可用蟹或蝦,是一道基本的泰式咖哩 A 材料雞翼,4-5隻約250克, 切一口大小西芹,兩條大紅椒,一條洋蔥, 一個蒜頭,一反毛,磨蓉,薑,4-5片原衰翼, 適量蛋,一隻略打勻,油,二大時B,醬料咖哩粉, 一大時辣椒粉,我個人喜好,夜奶,三大時魚露,一大時鹽, 一三小時水,二至三大時造法,再獲加小許油, 爆兩片薑,加雞翼,小許鹽,煎至全熟, 放一邊備用,切好其他材料,西芹洋蔥切片,大紅椒切段去紙, 再獲加兩大豉油,爆香兩片薑和蒜蓉, 加入西芹,洋蔥,大紅椒,大火翻炒一分鐘, 先把B的材料加在碗中拌一下,加入雞翼和B 繼續大火翻炒若太乾可小許水,二鹽調味,若太鹹質可再加 奶炒均勻後轉小火,蛋液落鍋兜勻上碟, 加上原醉液即成泰式辣椒辣度可達十萬度提起咖哩大加便會在意辣度, 有人無辣不歡,有人一點辣也不可由於我們不是用咖哩醬而是咖哩粉, 只用辣椒粉便可按喜好加辣,甚至完全不加辣味也可大家可能留意到 材料中不是有一條大紅椒,怎麽會不辣呢?其實它是甜椒, 雖是辣椒的一種但卻是不辣的加入料理的目的 是令整體顏色更好看若是辣的話可以用辣椒,買辣椒可算是一大學問, 辣椒的種類非常之多,辣椒素Capsaicin愈多便愈辣, 不同辣椒辣度可以相差很遠國際用來量度辣度的標準是 高維爾指標Scarville Scale,一般常見的泰國小辣椒的品種, 例如Birds or Chili,紫天椒等,的辣度可以達五萬至十萬度大家購買 是可問清楚當主不同辣椒的辣度,因為對外行人來說, 單憑辣椒的外觀是很難判斷辣度的或是好醬不者用甜椒不用辣椒, 再自己用辣椒粉來調味另外一個更容易的做法是用咖喱醬Curry Paste, 炒香材料後加咖喱醬,炒勻再加鹽奶煮不過咖喱醬本身已有一定辣味, 使用時要先試味才調節辣椒粉用量辣度比較,清咖喱,紅咖喱,黃咖喱咖喱據說原始於印度, 但流傳至各國後,各自發展出不同做法,各有特色以泰式咖喱為例, 單以顏色可分為青,紅和黃色清咖喱醬主要成分是未成熟的青色辣椒, 而紅咖喱醬則是用完全成熟乾紅辣椒,最後黃咖喱則同樣是用了紅辣椒, 另加了黃薑粉,所以呈黃色辣度方面,對一般人少吃辣的人來說, 直覺紅色便想像到很辣,順理成章地以為紅咖喱最辣, 清咖喱則最小辣味其實剛剛相反,最辣是清咖喱,接著是紅咖喱, 最後才是黃咖喱湯煮VS炒在煮法方面也有幾大種, 有近似湯煮咖喱,用很多咖喱汁把肉類和蔬菜煮好, 例如清咖喱雞另外炒的方法也有很多種, 基本是用咖喱醬或是咖喱粉, 加油或是奶炒肉海鮮蔬菜等香港的泰菜餐廳, 有不少的中文菜名改得很隨便的, 所以大家點菜是不逢問清楚是什麽做法養咖喱, 便不會弄錯了作者簡介我們是William and Sandy, 是兩個寫電腦程式和算式多過寫食譜, 追求自然健康料理的美食主義者。 ころっ ai會見面柔狀的時間強壇生 Ext kunna design一下不錯 netisi, 提供出稿的方式身體的過程性可愛 parking Alright! 被規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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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 시청,